今天是国民众小学美食班联合作品店 这一期在家伙许立文化中心顶点 这点由南潜国中台东国小美食班 学童联合创作的典籍 主题是亿次元 即便学生比重是除了能由于意之外 对于业势的追求也加爱不断的创新 用于挑战既有的印象 突破传统的思维 作品已经富有创意及收上烈 今天是国民众小学美食班联合作品电脑 29号基盘开播剧室 今年围典的主题是亿次元 希望能够讨论业势的創作 能够超越有限的空间 没收到时间和这些空间的限制 在开播剧室的当中 除了参与的学生 包括议员丹兴基 赢英帝 郑光宏还有今天是家长博理事长 丹俊南都亲自出席 今天是政府读学 郑文雄也就被代表的 市长头身体到现状地益 其实美的那种感觉 其实大家都有 那会希望说 大家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一个 美学的涵养 包括说美术的欣赏 音乐的欣赏 等等戏剧的一个欣赏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更多美的素养 来充实我们的生活 来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更美丽 我想这是我们整个台湾这个地方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这是我们很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刚以西国民党小学美术班人合作品电脑 电视的作品包括在 作品、水彩、范围、水彩、设计 合、服务、美材、丁丁 各种的对白带有90件的作品 对中豐富得玩 参与国党小学美术班学生 也很多人都在在全国 学生美术比赛 当中有相当刺激的表现 特地用心欣赏 西新新闻 同学员 王秀三 刚一期 彩虹伯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